大家好,我是宣運,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騰訊530元,問號 好,談談市,市今天反覆,低開之後曾經跌過200點有多,244失手過 不過其後跌幅逐漸收窄,而且一度倒升幾十點 不過未試跌幅重新出現,最後全日跌65點,收來24180點 成交1035億多於昨天少少 今天市跌和傳統經濟股表現一般有關 友邦昨天提過弱勢股份,今天繼續跌跌1.4% 下降通道仍然在運行中 至於昨天提過弱勢股份,另一隻是新地,收容器地產 今天仍然向下走,跌幅一直很大 幸好期後跌幅稍微收窄,也要跌1.4% 也是跑輸大市,穿了底之後就不斷下降 另一個市今天跌65點 今天市2.480點收,已經穿了10天線 50天和20天就勉強頂得住 這不是關鍵 關鍵是什麼呢?就是騰訊 因為都等了一段時間 今天公布業績 而且在一兩天 特別是之前,一兩天 騰訊的股價一直支撐著恆生指數 無論是升也好,沒有跌那麼多也好 都是騰訊 都是要記一功 今天騰訊報業績 大家當然是 金正方案也盯緊 出來就很帥 無論是收入還是順利 都是盛市場預期 而且大家比較留意的幾個業務 都是做得漂亮的 網絡廣告 包括做得好 新增值的業務 也做得好 其中 遊戲業務 無論是網絡遊戲和手遊 即是手機遊戲業務 都是靚仔 網絡遊戲增長三成一 手機遊戲業務更加不得了 增長六成四 市場預期四成 增長六成四 換言之大幅優於市場的預期 在這個業績支持下 當然大家對騰訊 更加充滿期望 標題530元 問好 為何530元已經自出 530元其實是大行 對騰訊的目標價 這是最牛的看法 就是530元 今天收市 騰訊429.6 530元的話 只要再升100元 哇 升100元真是不得了 聽起來也有點流口水 究竟會不會去到530元 這個問好的答案是怎樣呢 單重看業績 剛才說的業績是英俊 性預期 看看賣賣 應該對騰訊的上升動力是有幫助的 單重業績 不複術業績 剛才也說了最重要的數字 特別是大家最留意的手遊業務 如果是這麼厲害的 對股價是正面的 業績來說 與此同時 看看技術走勢 技術走勢 如果快速說 其實都是正面的 無論是周線 日線都是這樣看 先看日線 日線 這幾個箭咀 指著和這條橫線是什麼意思呢 這幾個箭咀 其實是一個不算很標準的頭肩底的走勢 肩、頭、肩 綠色的黃 平行線 就是頭肩底的頸線 很明顯 周一已經升穿了 而且升穿後還出現大洋竹 雖然其後兩天回會地 但仍然站在頭肩底頸線之上 換言之連續三天站在頸線之上 理論上 教科書來說 都是叫做突破了 帥哥 與此同時 看周線圖 都有類似的狀況 看到三條線 三條下降 是什麼意思呢 綠色 紫色 和一條藍色 三條線 一條高於一條 當然看到 這是一個線形的走勢 線形走勢 已經突破三條線 當然 更加典型的線形走勢 就是底部是比較接近的 現在看到底部一直上移 但也無損線形走勢 線形走勢突破了 換言之也是漂亮的 無論是技術 以至業績 都是漂亮的 接著 要插入什麼因素呢 外圍以至 自己本身的 業績前的 股價也好 或者衍生工具 市場的表現也好 那就要對 接著能不能夠 衝上五百三十元 就有些保留了 先說外圍先 其實騰訊 在大升的背景下 跟科技股走勢很強勢 其實美國的科技股在這段時間走勢非常強勢 那幾隻 所謂Franco那幾隻 其實就是一直帶領著全個美股上升 有計算 如果撇除這幾隻股的聲勢 美股其實比去年底還要跌兩成多 但如果加入這幾隻內 跌幅即可收窄到一成多些 換言之 美股能夠得以低位大幅反彈 就是靠這幾隻科技股 顯示這幾隻科技股的助力非常大 為何這麼厲害呢 就是大家覺得這幾隻科技股也好 特別是其中的亞馬遜、Facebook、Google 大家覺得是摘經濟 這些摘經濟跟騰訊相似 摘經濟意思就是大家在疫情出街少了 在家的時間多了 很多時候上網做很多活動 包括購物也好、玩遊戲也好 都在網上搞 對經營網上業務的股份是有利的 所以這幾隻聲音狂升 之餘騰訊也升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一堆衝了 大家要留意一下這圖 這圖是什麼圖呢 就是納斯達指數圖 你會發現了 昨天開始有些狀況出現了 就是高開之後 就低位秀 一支大陰竹 這支大陰竹和之前的陽竹 合成什麼走勢呢 就是穿頭破腳的走勢 是瀝覽的 外圍的其中淡風出現了 就是科技股開始有點疲態了 會不會因而拖騰訊呢 這是第一個留意 第二個留意的外圍 這陣子氣氛比較差 很多大戶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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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 尼OR佐波普門 大不рь賓 今天這席埃博但最近就有 德懇米諾 哪一刻呢 就說呢 現在是呢 現在美國是真的人員工夫生涯裏面 出現的結果是後面的風險 описании 甚至相差而已 gw vid啦 你可能和一般人便盜一下 感覺 陸陸續續唱譚,加上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又要沽一下,包括估計也沽了股票 所以外圍在某程度抑制了騰訊的聲勢 加上與此同時,騰訊自己本身,提了,星期一已經急升上去 業績前急升,以往騰訊業績前做好定,通常業績後都會有些來回肚 今次會不會呢?要留意 更加重要的是,最近騰訊的衍生工具市場,有很多人買召喚 星期一已經有大量人買召喚,是20天平均的幾倍 所謂put call ratio,call和put的比例,應股論研究比例是很低 很多人買召喚,但很少人買put 到今日的情況也是類似 今日股票期權的成交都是平時的幾倍,三倍,根據統計 其中14.2萬張call成交了,但put也有10萬張左右 換言之,亦都被賣call 大批玩股票期權的人都要看好騰訊的股價 粗略解釋,當然put call有很多玩法 粗略解釋就是看好騰訊 既然這麼多人看好,股價升上去,業績之後會出現獲利回套 所以大家要留意,所以 衡量了這麼多因素之後,行訊 業績推動可能會再升一升,但是 慎防高位出現獲利回套,特別是 剛才說過,周線圖走過去突破旗,線型走過去離號 但不要忘記,已經升到密集區的水平 雙頂,之前雙頂穿了下去,現在是密集區 去這些位置,其實回套壓力不少 所以初步判斷,騰訊有機會再乘域衝一衝 但是,不要期望太高了 很有可能,高位出現獲利回套 反而回到420元左右的水平,整固可能性反而更大 所以恆辛指數都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 因而出現整固,再次考驗24000點,甚至再低一點的水平 說到這裡,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大家的收看